不 all right 大家好 那我现在就说一下这个会员的事情啊 呃 ok 好 那么是这样子的 呃这个会员等下我说内容有两两个方面吗 一个是收费的方式跟怎么加入 还有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会员到底是做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吗 那我先 呃 就是 呃加入之后啊到时候我还会再发一个 关于内容方面吗 这个内容只是一个大概 一个概要吗 但是 具体还有一些东西我到时候另外发一个视频 再做一下解 再做介绍吗 但是这个视频只是大概的内容 比如说 止损的大概的方式和和那个 我这个 一些具体的东西吗 到时候我再录个视频 但是你参加之后我再再说 好我现在就开始说了 呃先说下免责声明会员里面所有的内容啊都是 呃所有的 怎么打错了 所有的 呃内容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投资或者交易的建议 你自己要承担风险 比如说亏损之类的东西吗 是亏损之类你这样承担分析 而不可以退款吗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呃 比如说一个人不可以说参加一天或者两天之后 说我不要了我要你把我剩下的20多天还给我 不可以这样子的这是规矩吗 好好的都是这样子吗 就是你如果参加之后你可以下个月不再继续 呃但是不可以说呃参加一两天或者一天 然后就马上说不参加了要要退钱 这是不可以的啊 不可以退款 还就是随意的散播会员里面的信息吗 这个是怎么什么概念 就是说大家知道这种内容啊是会员内容 一般肯定呃 这个制作人肯定创作者都是不希望把你会员把里面的内容到处传播是吧 不然的话这样没法做了是不是呃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一下是吧 这个我想都是规矩吗 呃就不要到处传播是不是到处传播 你可能当然你可能 是我希望拜托了 那么还有当然里面的信息以后如果有群或者怎么样的话 不要发一些比如暴力的或者说比较成人的一些内容吗 或者说暴力或者说这些东西吗 肯定是违规的 大家我这里没写在这里 因为现在连群都没有吗 呃没有群里面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一个会员与会员之间一个讨论群是没有的 OK 目前是没有 以后再说不一定有没有 但是目前是没有 呃当然以后的 比如像以后的没有政治非常敏感的话题就不用谈了是吧 不能谈 但是目前我也以后再说吧 但是目前这个群啊是本身也没有什么呃会员之间的这个讨论群也没有嘛 所以我就也没写在这里 但是以因为我是呃这个Facebook private group吗 里面其实原则上来说是双方是可以 会员之间是可以对话的 但是不是一个群 但是也可以有些对话 但是我还是拜托就是不要就是什么暴力的或者说承认就是说 那种承认的承认性的内容吗 还有就是呃 政治敏感讨论的话题嘛是不要讨论的东西是不要讨论这些东西如果我觉得我发现的话我会跟里面对方或者跟会员人我会通知你就不要再讲了停下来以后不要再说了是不是这样子嘛啊因为不想让会员之间吵架或者说这种 跟跟那个股票或者说这个钱没有太大的东西吗是我不想因为我们就是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不同的主张吗所以说不想 这种东西讨论这种东西就是严禁严禁这种东西吧好不好 呃反正如果说有些会员如果过过的话我我如果说过的话我马上呃阻止或者通知的话OK会通通知 如果一直不听的话那那不好意思那就我把你给删掉了或者关掉这会吗是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是吧 呃就如果加入的话你等于那就等于说同意的哎等于同意这些这些比如说条款吗是呃然后如果违规的话那会被关掉会员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关掉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我觉得实在没办法我就不好意思我就关掉而且如果违规的话呃就要我关掉这会吗所以说拜托我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合作愉快是吧呃不用不用感到不愉快呃那这一般来说我都提前通知的一两次 这样子两次这样子吧一两次呃不会说马上就呃生气或者怎么样啊好吧那如果说未来有什么新的声明或者内容的调整啊我到时候还会再通知的啊目前是这个情况因为做的东西我以后还会再改变呢呃收费的话现在是这个价格但是不会那么快变但是至于这个内容的话会变得比较快吗因为我现在老实讲这个内容到底要具体做什么 以后肯定会有所调整的是不是这个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目前是这个版本吗以后我看情况呃我可能会做些微调 那么收费的话目前是这样子吗我说说一下这目前所有的内容都是目前只是此刻情况未来的话这些所有东西啊包括收费和内容的话有什么变化的话我都会 先通知一下我不会说无意均的 这样子吗我都会先通知一下好不好不管所有的东西这些所有东西内容都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吗以后会有变化的啊OK那目前的话是39.99一个月吗 然后是自动更新自动更新吗我用的是PayPal subscription这个功能吗呃就是呃 功能吗然后no refund假不可以refund大家都知道 呃这个这个意思的呃不就是不可以呃退款吧就是 这样子吗那比如说如果有些违规很严重的人吗那我可能会呃 把它给那个删掉而且不能退款了其实我我希望不要发生那种事情吗但是我一般肯定会通知 呃大概两次这样子吗啊如果你违规比较严重的话比如我说了一次你不听你不爽的话那不好意思是不是 呃对那么你可以呢如果你不想再参加了那你可以自己 cancel你的订阅吗我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呃你到 google里面其实也可以自己找叫PayPal cancel subscription这里面有讲很清楚吗怎么个怎么个呃 cancel subscription这个一步一步一步吧step by step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吗这样的话就比较快的呃其实你可以其实如果你联系我的话是一种比较快的方式 呃呃就是直接联系我呃我就我到我自己的PayPal后台里面把把这个关掉就可以了就不再继续付费了是不是呃拜托尽量在一个月 所以在一个星期以前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时候因为我一般来说不可能每天都去查吗是我一般来说 可能周末我查一次或者说呃呃有时候呃我一般来说我周末的时候会会查整整整个那个PayPal的一个 后台的情况吗是那尽量一个星期以前吗因为偶尔如果说你 前一天通知我的话 偶尔我会漏掉或者忘记吗是所以如果可就是 就是所以我要求是尽量啊尽可能在一个星期以前通知我啊通知我 那如果说真的出意外如果过的话如果超过的话呃比如说如果你通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我要求是在一个星期前通知我吗 呃这样子吗呃 比如说如果说你过了比如说过了几一天的话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所以说这里就是麻烦你就是你要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吗 这样子吗这个规矩我觉得我不我我我觉得可能是是不是太严了我不知道 呃因为我是避免出现那种有的人他就是有时候如果说你隔一天通知我我就我为什么会忘记吗是不是 所以说拜托尽量一个星期以前通知我吗 然后呃通知我之后呢我不会说马上就商量比如说有个人是比如说某某啊他是呃4号到期我打比方某某月的4号吗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上个一个星期以前就是28号如果通知我的话 那么我不会说马上 把这个人给呃就是马上给纳出呃这个组织吗就是groom吗我会就是我会比如说如果28号通知我我现在我的那个 我的这个paypal的setting里面吗我把他这个subscription给关掉之后呢 那么他就不会再自己继续付钱了但是这个人还可以继续在呃这个呃这个membership里面呃这个会员里面吗一直到那个到期为止吗 这不是说提前一个星期删掉就提前一个星期就拉出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还是会呃一直到那个时间点结束吗这样子吗 然后就是说尽量尽量拜托啊尽量一个星期这样子啊通知我吗 当然也可以自己自己删除订阅呃这也可以呃但是如果联系我的话方式很快吗我可以直接到我的呃这个我的后台里面一按就没有了 然后加入的方式是这样子吗你先联系我的电子邮件那我的电子邮件目前是这样子吗就是我的频道的电子邮件是这个吗 吹吹吹吹吹的力全呐 stared share triangles arrows at gmail dot com大家可以记下这个吗 其实你可以到我的这个 about 里面吗按我的这个频道的要报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了 就可以找到这东西吗吹吹吹的力全呐 debris 吗工那有兴趣的话你先先联系一下我这个呃 famili yoma 为什么呢我说明说他因为未来的话 应我目前是用 facebook 以后可能会改变其他的平台这个只是目前先用 facebook吗 随时随刻 当然我肯定会通知会员 目前的话是用Facebook 所以说的话才说 Email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联系方式 也许某一天 比如说我的Facebook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忘记密码 或者说打不开 或者说被分的都有可能 所以说Email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方式 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 你就是如果要加入 先联系我的Email 然后呢 你可以在Email里面问我一些问题 对于这个会员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我 比如说有些顾虑的 你可以先跟我说一下 然后的话 如果OK的话 然后你到时候 你把你的这个Facebook的名字发给我 你把你的Facebook名字发给我 然后呢我就可以找到你了 找到你之后 我把你加到我的这个Facebook里面 然后到时候我再发Payment 我的这个PayPal的这个Subscription 这个连接 我会发给你 发给你之后 付完之后 我确定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会员 这个人啊 就是加入 拉到我的这个Payment 里面 就是Facebook Payment 还有这个Messenger里面 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都是都是Facebook 但是呢 内容的方式不一样 Payment 主要是发视频的 OK 我主要发 如果发视频的话 我是发在那个Payment 里面 如果是发语音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都是发在Messenger里面 因为我平时一般来说 比较喜欢用语音讲话嘛 这样子嘛 OK 我顺便说 等一下我这个视频录完之后 我会打一个时间表 OK 我会把时间表打出来 OK 就是什么地方 我这个视频哪几分钟 是讲收费方式跟加入嘛 然后哪几分钟是开始说内容 OK 好 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收费方式 跟内容的这个情况嘛 OK 那我现在说一下内容的东西嘛 内容的部分是这样子嘛 那么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啊 因为这是所有东西 包括刚才的东西 都是目前的做法 以后可能会调整 就是我的搜索范围啊 目前的说是 一般啊 通常我是在 S&P500里面股票吧 一般是百万的交易量 所以说大概 大概是跟踪 约400多个目标 400多个目标嘛 跟踪400多个目标 然后的话 主要是基于日线 主要是基于日线 在重要的位置 就是主要是基于日线形态 日线形态嘛 在重要的位置 搜索的频率 我现在就是 目前是这样子嘛 当然以后可能会调整 尽量是一周三次 搜索的频率是一周三次 或者以上 因为 因为有时候我偶尔可能会出差 或者说 有些自己一些失事嘛 我可能没有空 所以说 但是我尽量就是做到 保持一周至少三次 一周三次左右嘛 如果说我低于三次 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有可能我有些紧急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尽量做到一周三次 但一般如果说我不忙的话 闲的话 我一周可以达到 这个搜索频率 可以达到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十几次都有可能 知道吗 所以说 我只是说 特殊情况一般是三次 但是 特殊情况 我会解释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其实可以达到 五到七次都有可能 OK 所以说 我只是说 最低底线嘛 尽量保持是三次 这样子嘛 OK 然后 有视频 有视频图片和语言文字嘛 OK 信息传输的方式是 Facebook Private Glue 那么这个主要是做视频的 然后的Messenger 是用来发语音的 发语音的嘛 打个比方 比如说有时候我 发语音的嘛 OK 那么 这下面是属于什么东西 就是我现在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目前啊 这个都是我的 主要的 核心的内容 目标嘛 而这下面啊 我目前还 还是属于这种 没有完全定下来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我 就是说 我会 我可能会做 我会做的 但是呢 不是我核心的部分嘛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这个 呃 会员主要是 搜索 呃 股票在重要的形态的 个关键的位置嘛 主要是基于日线的 但是其他有些东西 未固的 未固定的东西呢 有包括一些 呃 可能中长线 等一下 中长线 中长线 这个也是目前就是我看 我一般来说周末 会做一次 呃 目前但是这个是 非会员或者 或者是固定的内容吗 这个我是看情况 因为我 这个我已经花了我大量时间了 如果说我现在还没有 这个接下来以后的话 我还接下来看着办 那么 什么东西呢 中长线的话就是以周线为标准嘛 大概搜索的范围也是 S&P500里面的股票嘛 呃 我比如说搜索多少个 我会跟大家说 一般来说也是大概是 三四百个股票吧 在中呃 就是S&P500里面的股票嘛 这样子嘛 然后 至于关于 呃 那么我先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基于日线的形态吗 呃 我我等一下放个东西吗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吗 我的搜索的日线形态是包括 比如说一般来说是 Ascending Triangle Descending Triangle Channel Pattern Retangle 呃 这种pattern吗 大概是这个这种东西吗 Triple Button吗 呃 这个这些东西吗 我都会在 呃 一些关键的位置 我会把它就是 标出来吗 或者说信号发出去 但是我再说一下 我首先要声明一下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 个人的想法 所以说你 你你有 你可能不同意 这些pattern 也说 也说我看的东西 的标准 pattern 可能跟你看的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看看有没有用 好吧 那么 什么情况下 我会把信息发出去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打比方 比如这个CRM 为例子吗 比如说我会在这个地方 发给发出去信号 这个地方发出去 这个地方发出去吗 呃 这里不可以 我我我没办法 呃 但是具体内容 我到时候加入会员后 我还会再跟你说 大概是什么 怎么个操作方式吗 我就是说 我现在只是个大概 至于怎么个设止损的 大概方式 我到时候 等你加入之后 就是加入的会员 我会另外再做个视频 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OK 比如像CCI 在这个地方 我会发出去 但是有时候CCI 你要知道一下 有时候会出现的种 呃 比如这里买进去 这里止损 你有可能要 也许你要再买一次 像我自己CCI 昨天就买进去了 是吧 我今天就长得不错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 要 反正具体的操作 以后 以后另外一个视频再说 OK 比如说我是在 我会在这个位置发给你吗 比如像K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 发出去信号吗 大概是 我关 这次都是我在 就是说一个形态 关键的位置 我会在这里发出去 然后在这里发出去吗 呃 还有就像PBCT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会在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其实我前几天 大家知道 我在这里地方发出去吗 这里也发出去信号吗 发出去吗 呃 还是那句话 买不买 你自己要去想 也就是我这个东西呀 会员就没有必要去问 我说要不要买 因为我不会给你什么答案 没有什么答案 你买不买自己要出去决定 我只是把我关注的一些关键的位置 我把我所关注的股票 就是watch list 我关注的股票跟你说 而我所关注的股票是什么类型的股票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股票 都是在一些key level重要的位置 我会发出去信号 至于你要不要买 你要自己做出选择 所以我不会说 喊单说 哎 大家去买某个股票 去买某股票 我不会这样子的 我不会讲 你这个完全买卖 要我自己选择 什么时候卖 什么时候卖掉 你要自己选择 就没有必要再去问我说 哎 要不要卖掉 要不要卖掉 这里要不要卖掉 我有个大概的概念 到时候 呃 加入之后 我另外做个视频 会跟大家说一下 到底我的这个形态 有什么标准吗 呃 是什么东西 大概是止损跟止盈 是大概是什么概念 我我会另外做个会员 我会跟你们 加入以后 我再跟你们说的 OK 所以说 我就简单的再说 就是这个会员啊 我只是把我关注的股票 而我关注的股票 是这种类型的股票 就是在 大概是SM500 400个股票左右吧 这样子吗 那我关注的股票 在这种关键的位置吗 key level 一般来说是support level吗 我发给大家 但是未来的话 看情况 我可能会找一些 我有时候 也会做一些突破的股票 break out 也不是说 全部都是做反弹 有时候也会发突破 但是我 这看 这大多情况下 我都是 做反弹吗 是这样子吗 OK 呃 是这样子 对 所以说你 买不买 你自己要去做决定 好吧 OK 呃 至于什么标准 哪里测掉 什么东西的话 到时候 加入之后再说 好吧 呃 还有什么来着 我看一下 好像都说完了吧 OK 好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 我现在时间很迟了 那么 还有什么来着 对 对 这就是基本内容 内容的东西 反正 呃 这些非会员和固定的东西 就是 至于交流的方式 那么有些会员可能会问我一些问题的话 这个目前我还没完全定下来 但是目前 我跟你说一下 大家说一下 只是目前的情况是说 如果要至于交流的方式 要根据我的日程 要根据我自己的时间吗 呃 然后 目前的话 你可以把信息 就你加入参加之后 你可以把信息发给我 我要么就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要么就是我暂时没有回答 但是我会把积累下来 我会积累下来 然后抽个时间 一下子回答给其他会员 大家一起说吗 因为有时候会员 有时候可能会问 会问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问波音 另外可能又问波音 所以我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回答 是吧 我干脆就 集起来 就像我平时 在视频下方 平时做YouTube视频吗 你们 比如说发给我一个 问题 那我等于说会做一个视频 一下子回答出去吗 实际上 在我平时YouTube视频是这样子吗 但是呢 会员的话 我一般来说不会 不会做视频 我一般来说 主要还是用语音跟那个图片 做解释 这样也快一点 因为发视频的话 你也知道要需要些时间 要上传 也要网速之类的东西吗 如果是语音跟图片的话 会比较快一些 这样子吗 OK 呃 还有就是 在我可以回答的范围之类 就是有些问题 我是没有办法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 有些东西 我不方便回答 呃 你知道什么 有些东西 我会回答 愿意回答 有些东西 我可能不太愿意回答 所以说 大家理解一下 是不是 所以说 我在我能力的范围之内 和我愿意说的范围之内 我会把 呃 我的这些想法 呃 告诉你 呃 这样子吗 还有顺便说一下 这个会员啊 不是那种 我自己问题打了 就是这个会员啊 我再说 就是 不是 呃 如果你要问我一些什么 公司的基本面的东西吧 一般情况下 我是没有什么答案 呃 我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时间吗 因为 我一般来说是 你你问我的 股票的东西 我可以回答的东西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 看一下盘面怎么样 就说比如说你问我 比如说 有个会员 想让我看看 亚马逊的爬面 我我给你看一看什么爬面 但是你要是说 这个公司怎么样 就像 今天比如说平时会员 大家问我说 哎 这个公司怎么样 基本面怎么样 有没有前途 这个东西 我是目前是 呃 没有回答的 没有 没有 我目前是没有 这个内容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吗 包括这所有东西 目前交流的这东西 因为我还没定下来吗 因为有时候我 我其实我做这个会员 主要的挑战是在这个地方吗 提其他这个地方 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来的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 关于交流方式的话 我是不知道怎么 我有时候我怕 没办法控制吗 因为有的人如果说 有的可能个别一两个人 可能问题非常的多 那我会 会消耗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吗 所以说 我才说这个目前啊 内容啊 是不包括 我再说一下 下面这些内容啊 是不包括我的 这个目前的会员的内容吗 也就是如果说 我没有回答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 也不是我 我的目前的核心的内容吗 不是我会员的内容 一部分 这个目前我只是属于那种 有时间我就说 没有时间我就不说吗 是这个情况 好不好 呃 我再说一次啊 就是 你如果问我 问我的股票吧 我是没有办法说什么 去看 公司的业绩报告呢 财部呢 这些东西吗 目前是 目前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要回答 要我去炒股票的基本面的话 那个消耗时间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大 因为 这个 特别是有些人 因为我也不知道多少人会参加 或者说有的人 如果问很多问题的话 我没办法处理 所以说 我如果回答了股票吧 我只是 目前是 只是看盘面 当然如果我自己 愿意或者有空的话 我可能会多说几句话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只是最多 只是 有空的话 只是 看这个盘面本身 什么情况 好不好 好 我就这样 我就休息了 哇 很迟了 现在 OK 好 那么先到这里 就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先联系我的 我的这个 email OK 好 拜